他不選擇這個 這個當你如果要用電 你不要 或是你說 剛才不是有人也講 他能不見得 就符合你現在環保的需求 你不要這個 不要這個容易 但是你要什麼 你又不能夠 又不能讓大家回覆到說 請問我們認為原主 應該講的就是 配套措施 然後直接討論 自己一定要做 很長期的規劃才能夠 你要往一個大方向 這個源頭 越往上看手 他看出你這個問題 你單獨從在一個技術層面的時候 解決 你解決不了那個 我會覺得台灣很多討論自己 都太情緒去別人 我會覺得 我們有說很理性的 不像討論說 這樣都可以執行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最缺乏就是對話 我們很缺乏 像這樣的對話的控制 或是像我現在跟你講 就很容易知道 我們都能夠表達 政府過去 社會也是認為說 反正這個事情是政府 他也不願意 一般人也不願意去發表意見 不願意去設務 那政府也覺得說 哦 那我好像執長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 那我就來弄啊 你們大家就聽我好了 其實這個就是 當政府啊 如果變成一個執長的時候 其實他也有他的職業上頭 跟那種這個 那種僵化 變成什麼 他也變成一個利益團體 我便宜行私 他在本性上也會弱點 所以老百姓的這個參與關切 資訊公開來講 對 這也是不必要的 不管怎麼樣 請你去看我那個 不是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不是看我的那個部落格 裡面有收集一些 有那個 有那個 有一個賴芬蘭 他是綠黨的前職位 他有寫過 什麼 德國 德國一百個不要合得的理由 還有什麼 反正您都去參 就是說 我覺得你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應該多看一些 能源的 討論能源的問題之後 才能夠把這個 在能源問題裡面 到底是什麼角色 比較有 比較廣義的這種了解 或者光當的一句點 光講我可以叫他 明天就關掉 我們大家的表決 把他關掉 關掉以後 到底是不是真的解決問題 我看是大有問題 請問你是一些故事 我姓王 王維智 王維智 王維智